大家今天有帥嗎?我是大林老師 安眠書店是Netflix一部驚悚的愛情影集 目前已經上映到第三季囉! 一開始覺得觀眾都是詩德哥爾摩症候群嗎? 一堆人都說恐怖情人主角,就好可愛 我本來是不以為懶啦 結果不意外看劇看一看,我也迷上舊了 大家趕快看起來吧! 英文句名為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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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中文翻譯成安眠書店,那還可以啦 第一季故事的主軸是書店員工Joe 在書店裡遇到錢來買書,夢想成為作家的Baker 就對他一見鍾情不隱藏,無可救藥地愛著他 開始瘋狂地追求 Joe所謂的追求是跟蹤、偷窺 恐怖的網路跟社群媒體露搜Baker的一舉一動 簡單來說就是噁難跟恐怖情人的險境 Joe恐怖情人的占有慾與控制欲 讓他想要掌握Baker的一切 排除擋在他們愛情中的一切阻礙 而Baker也沉迷於這樣的愛情裡頭 為何人會被恐怖情人纏上、被吸引? 今天這集不是要檢討受害者 而是來談談為何你會吸引恐怖情人 跟被恐怖情人所吸引 又該怎麼辦呢? 讓我們開始吧! 歡迎回到大林講堂 我是大林老師 你曾經遇過恐怖情人嗎? 還是你也是恐怖情人? 身邊是不是有朋友被恐怖情人糾纏著 但怎麼Chain都無法讓他離開他 好不容易離開了 他下一個對象就是一個模子翻版一樣 甚至更加恐怖 被在暴力毒打 卻總是委屈求全 認為是自己的錯 恐怖情人有時候不只是暴力 自我中心、沒有同理心 幼稚、自戀、反社會等等 都是恐怖情人的基本特質 但如果只是這樣 一般人看到恐怖情人不就趕快逃啊? 怎麼還會陷入這種不斷沉淪的情愛糾葛呢? 還是因為恐怖情人的執著 會給你別人給不了的強烈的愛 因為他也為你所深深著迷 一直開始利用各種手段 接近你、瞭解你的一切 你就會覺得 天啊!太瞭解我了! 而且好關心我! 我說過的話他都記得 你會像他一樣貼心的人 就是他為了得到你的一切 所做的努力 替身使者總是會互相吸引 就有致命的吸引力 讓你像穿上紅鞋的小女孩一樣 無法停責繼續跟恐怖情人跳著毀滅之舞 讓被黑龍揪住的光子層 越陷越深無法逃離 其實這是一種有毒的依戀關係 有毒依戀關係有很多種 最典型就是暴力虐待關係 包括殘暴跟壓迫行為來維持關係 這種關係會帶來對生命的持續傷害 雖然會讓痛苦甚至失去生命 卻無法離開 這些恐怖行徑其實相當明顯 正常人聞到一點不對的氣味 就應該趕快逃走 但是依戀這種關係的人 不告訴自己要順從討好對方 還害怕對方不愛自己 將這樣的關係視為理所當然 深信自己無法離開 即使在關係裡被虐待 被糟蹋 也用盡全力想要繼續下去 形成一種共生的依賴關係 會沉迷在這種有毒的依戀關係裡 主要原因是 自我價值感缺乏 當一個人無法肯定自己的價值跟尊嚴的時候 會非常自卑 覺得沒有人會愛你 一定要眼前出現有可能的戀愛機會 就會奮不顧身 全心全意投入 看你眼中的對方毫無缺點 滿腦子都在幻想 這種感情有可能會變多麼美好 他想跟眼前這個男人的一切建立關係 因而看不清現實 家人跟朋友給你勸告你會覺得很刺耳 聽不下去 而且對方讓你覺得非常不快樂 還是依然相信他會變成 理想中完美的情人 不懂怎樣才是快樂的關係 也沒體驗過情感需求被滿足的感覺 只能逃到幻想世界裡 希望能在那裡找到完美的愛情 比起恐怖情人可能帶給你危害 你更擔心被拋棄的恐懼 因此你選擇不斷的付出 希望能維繫這段感情 通常是從小就處於有毒的家庭關係中 被暴力虐待 被情緒勒索 被顧躍 在伴侶選擇上就會重複 自然習慣選擇跟原生家庭比較類似的相處模式 以為這樣才是正常 以為親密關係本來就是這樣 這些女孩都只跟同一種類型的交往 跟他們相處的時候非常自在 或是在一個不太開心的 有毒的家庭環境裡長大 應該會想要去找跟自己的父母 跟自己原生家庭完全相反類型的對象吧 事實上這些人都是去找跟父母 像是同一個模子印出來的對象 難道身邊都沒有好男人嗎? 當然有好男人 但這些好男人無法跟你一起跳會面之舞 沒有辦法讓你心裡小怒亂撞 緊張到想吐 你以為那才叫愛情 好男人讓你覺得好無聊 痛苦、緊張、難過 才會讓你感到興奮 覺得這段感情對了 因為你已經習慣了 習慣這些不好的事情重複發生 習慣了這樣的熟悉感、安全、安心、安穩 等等一般人會覺得愉快的戀情 幫你讓你覺得陌生、不習慣、想要逃 而且習慣跟這些負面的人親近 讓你習慣選擇痛苦 能夠創造出愉快關係的兩個人 彼此的吸引力是建立在愉快的戀情上 而不是恐怖情人那種不可抗拒的致命的吸引力 黑色色彩彩 常說有感情問題 一律建議分手 只是深陷於毒害性關係裡頭的人 甚至勉強自己離開了 也會很快又跟這個人附 或是再找到類似的對象 再次進入痛苦的回憶 問題不只出現在恐怖情人身上 這種牢牢把兩個人前置在一起的病態掛鉤 就像抗原跟抗體相配對一樣 一旦沾上就很難分開 不急著分手 找到能夠幫助自己的資源 提升自我價值感 還是能根絕跟恐怖情人連結的工作 相信自己是值得被愛的 加強對自我的認同 才有辦法逃離這段毀滅之關係 最後用經典愛情語錄來做結尾 其實每個人都一樣 被害吃樣者被害傷害者 OK 今天大鱗獎堂 就在這邊結束囉 你今天帥夠了嗎?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音樂 大鱗獎堂 我們下次見